随着沙石飞溅 烟雾弥漫 耸立在山壁上的观音神像 上半身瞬间消失 并且卷起庞大的沙尘 中国河北这座原本高将近58公尺的观音像 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磨崖石刻观音像 完工才两年多 还吸引许多观光客 原本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的黄安寺后殿上方 不过即使位处国家4A级风景区 这座庞大的观音石像还是难逃遭到拆除的命运 根据知情人士指出 由于中共当局不满信教的人太多 所以中国各地的人们都被禁止拜佛像 1月30号 中共当局派人到黄安寺景区进行爆破 准备工作 还下令当地戒严禁止民众出入拍照 2月2号正式进行爆破 为了防止观音像被重建 官员还下令将观音石像下半身也彻底铲除 中共当局大力拆除观音石像 只不过时间回到2012年 这座观音石刻雕像还是经过河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 并且进行公开竞选招标的建案 根据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杂志 寒冬报道 当地一位村民表示 为了刻成观音像 当初花了五年时间 耗资人民币1700万元 观音像完成之后 还吸引了众多游客到访 逢年过节 每天也都有上万人前往当地参拜或是还原 或许就是因为朝拜人朝落意不绝才到中央红线 观音像才建成两年多 就被当局炸毁 为当地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寒冬杂志就报道 中国近年借由整治佛道商业化当作名义 大力整顿中国各个宗教场所和宗教神像 除了身处国家风景区的石刻观音佛像之外 还有许多著名的宗教奏像也都遭到打击 辽宁省大连市的迁佛洞 却有许多大小各异的露天佛像被红布覆盖住 还有许多遭到拆除 其中在2018年中共当局就以佛像建在世外 而且太高为理由拆除一尊十米高的佛像 还要求清除普渡众生等宗教字眼换上中国国旗 同一时期 辽宁省临海市九华山旅游区一尊大佛 也被中共当局以未经政府批准为理由 被用混泥土给封死 中国不许人民拜神佛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炸毁佛像 就有网友指出中国就像倒毁 希利亚珍贵古迹的伊斯兰国 中国律师薛洪增也在微博痛批 收入建佛像是破坏生体植被 爆破佛像也是破坏生体 批评中共当局败甲 不只是大力拆除佛像 中国近年加大整治宗教力道 还强硬扫荡家庭教会与教堂 同样根据寒冬杂志报道 中国近年也开始推动乡村大喇叭 不断向村民灌输无神论思想 以及共产党歌曲 随着中国加大对人民的掌控力道 对宗教的打压也越来越强硬 中国政府持续推动爱党爱国思想 就是不让人信神只能相信共产党